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生根 歌以所用的咒语念一念 眼障头痛 脑门皆裂 管叫他入我们来 原来 如来的想法 是找三个像孙悟空这样的徒弟 一起辅佐唐宗取经到西田 但是观音在实施时 的确找到了两个同孙悟空一样的大神 一个是红孩 一个是黑熊精 但最后却没让他们跟着取经 而是拉到洛嘎山 一个当了保安队长 一个当了会计 猪八戒和沙僧 其实根本不符合如来标准的 因为他们还没达到神通广大的标准 观音为何不按如来要求组建取经队伍呢 很简单 观音比如来更有实践经验 他知道 一个团队要取得成功 可不能全要精精 不能全使同一技能的人才 必须各种重要的人才都有 还要必须互补 我们想一想 如果唐僧的徒弟是孙悟空 红孩 黑熊精 那么谁愿意挑大 谁愿意牵马 谁愿意陪唐僧聊天 可能一见到白骨精 三人同时打了下去 一律道清 毛诗子经 三人同时跳到了空中 而唐僧只抛下一个人 他念谁的紧箍咒 他念谁走 如果三人一心想把唐僧做了 如来 观音也未必能阻止得了 所以 观音很聪明地找了一个爱耍小聪明的猪八戒 专门来制约孙悟空 又找了一个精明的观迷沙和尚 专门来监督猪八戒 而沙和尚又被孙悟空盯着 这样 唐僧对自己的徒弟就可争取一位 打压一位 监督一位 这样 徒弟们就团结不起来了 领导的地位就显露出来了 从这个角度来讲 观音的领导才能 真的盖过如来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